历经多次流标在增加预算经费后 吉安乡七角川部落聚会所 终于在3月2号进行动土仪式 乡长由淑珍感谢中央人民会 华林县政府以及吉安乡代表会的经费义注 让七角川部落聚会所顺利兴建 未来还增设了公测设施 让前来部落旅游的民众都有便利的休闲空间 由于物价成本调奖 原本规划2000万的七角川部落聚会所 在增加经费之后 终于在3月2号举行动土仪式 乡长由淑珍感谢中央与地方协力 促成部落重要建设 而这里也会增设公测 让前来部落休闲旅游的民众更加方便 非常开心充满历史文化背景的部落 七角川部落聚会所终于要来兴建 好事多磨原季补助的2000万 因为多次上网张标流标 也因为物调的关系 我们增额了2563万来兴建 谢谢中央花东基金 寄住1800万 谢谢县长寄住了我们 356万县府的预算 谢谢我们代表会寄住 407万的自筹经费 让我们七角川新 未来共够在七角川运动休闲 甚至于是山上步行以及乐火休闲的旅客 能够在这里上厕所如厕 来一起共够休闲部落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的铺层 我们希望期待300天之后 我们的部落聚会所呈现最新的这样的一个建设在大家的眼前 3月2号的动土仪式包含了中央圆明会的副主委 县政府圆明处的代理处长 简安乡长多位原住民的议员 简安乡民代表还有各部落头目 称长都热烈出席 欢喜迎接简安乡第三座部落聚会所 后续还有多个部落需要新建聚会所 圆明会的长官还有县政府代表及县议员们都承诺 为尽力协助经费争取 让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活动场所 扩大文化传承使命也促进族人的情谊 介统会竟然相报道